史蒂文是一名猎人 同时也是一位吃货 为了寻找传说中的美食 他走南闯北 出入于各种危险的地方 获取新鲜的食材 用来制作各种美食 以满足口腹之欲 这次他来到蒙大拿州的东南部 与兄弟马特一起 准备狩猎火鸡 在这个季节 火鸡可以说是最美味的食物之一 两人牵着羊驼 走入了荒野里 欢声笑语不断地传出 表明他们的心情很美丽 但很快糟糕的事情就发生了 天空飘起了雪花 找了一个空旷的地方安营扎站 然后分成两个方向 各自探查起来 现在距离天黑只剩下一个小时 所以狩猎不是目的 而是寻找火鸡活跃的迹象 结果火鸡没有看到 却发现了几只迷路 史蒂文有些哭笑不得 想要狩猎迷路的时候 却压根找不到他们 吐槽过后 他继续寻找 刚行进了一会儿 他却突然停了下来 因为他隐约听见了狼吞虎咽的声音 于是他冲着声音的方向 缓缓地走了过去 等穿过平原 进入一个小树林后 他的动作更加地小心 他有预感 前方应该就是火鸡的活动范围 他缩在一个木桩后面 拿出一个工具 开始模拟火鸡的叫声 时间不长 对面的草丛里 传来真正的火鸡叫声 史蒂文成功吸引了对方的注意 他刚拿起猎枪 草丛里突然冒出来一个鸡头 虽然吓了他一跳 但史蒂文沉着冷静 他一动不动地寻找机会 等火鸡来到视野开阔的地方时 他果断地开枪了 火鸡在扑腾了几下后 气绝身亡 史蒂文有种狂喜的感觉 没想到这次的狩猎会如此的顺利 等他来到火鸡旁 才发现他是如此的美丽 一身漂亮的羽毛 无不彰显着 这是一只成熟的雄性火鸡 本应该妻切成群 如今却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与之相对的是 史蒂文依然难以平复激动的心情 他忍不住再次欣赏起眼前的猎物 等平静过后 他背着火鸡 踏上了板城 其走路的姿势 仿佛像凯旋而归的将军一般 威猛而又霸气 回到营地 马特一脸的不可思议 同时他讲出了自己的遭遇 他躲在一个草筒里 不断地模仿火鸡的叫声 很快他的辛苦付出得到了回报 叫声吸引来了一只蛟狼 双方四目相对的时刻 都有些面面相去 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终究还是蛟狼反应了过来 在骂骂咧咧中跑开了 马特感到相当的无语 他把这个经历讲给了史蒂文 令其哭笑不得 接下来 两人准备制作晚餐了 史蒂文切开火鸡的肚皮 从里面掏出来一个砂囊 包下坚韧的皮革 而剩下的部分是可以食用的 然后他切下来各种内脏 摆放在一起 接着往锅里添加清水 再把这几个内脏放入其中 小伙开始慢熬 等待了一刻钟 内脏已经熟了 史蒂文往里面添加了辣椒 然后两人品尝起来 味道还不错 主打一个新鲜 等吃完后 他们开始计划明天的安排 依然是选择不同的方向 继续打猎 等夜幕降临后 两人沉沉地睡去 第二天 天蒙蒙亮 他们就个字出发了 史蒂文前往昨天的位置 而马克凭借直觉 向着南方走得过去 等来到一处高地 他选择蹲守在这里 并模拟火鸡的叫声 同时他的注意力高度集中 试图用耳朵 倾听远处的声音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他的期盼之下 一只火鸡大摇大摆地走得过来 看他骚包的样子 一看就是对自己长相 非常自信的攻击 现在他发出了 球偶的信号 马克心领神会 直接一枪招呼了他 火鸡死在了球偶的路上 果然射自头上一把刀 各位男同胞 一定要切记啊 马克走上前 查看起了猎物 忍不住摆弄起了羽毛 随后他把火鸡的内脏取出 藏在一棵树下面 然后继续打猎 与此同时 史蒂文也刚好发现了两只火鸡 他立刻躺了下来 以免被对方察觉到 狩猎火鸡 最好的方式是守株待兔 因为火鸡的势力一般 但它们的听力敏锐 所以让它们主动靠近 才能提高狩猎的成功率 在他的策略之下 两只火鸡正往这个方向移动中 史蒂文默默地端起了枪 而火鸡们刚好停了下来 枪声瞬间打破了宁静 攻击应声而倒 史蒂文缓缓地松了一口气 但母鸡有些懵了 看得他有些于心不忍 等母鸡跑远 他才慢慢地走了过去 拎起这只火鸡 感觉有些沉垫垫的 随后他拔掉肚子上的羽毛 划开一个孔子后 取出里面的内脏 装到一个袋子 然后把火鸡绑到背包上 踏上了返程 回到营地 他把火鸡挂在树上 与昨天的那只火鸡为伴 然后等待了一段时间 马特带着两只火鸡回来 两人都有收获 这令他们兴奋异常 他们趁热打铁 开始清理火鸡 将他们的羽毛拔掉 完事后 史蒂文升起了火堆 接下来将是他最期待的环节 他从火鸡身上 切下来肥瘦的屁股 然后用锡纸包住 再用石头轻轻地敲打 把里面的肉敲碎 接着添加一些辣椒粉 再涂抹一层面包屑 最后放入锅中油炸 不过是片刻时间 鸡排就被油炸得金黄焦脆 看起来是那么的美味 但这还没有结束 史蒂文切开一个柠檬 将它们摆成一列 然后把鸡排给放到上面 使柠檬的酸味进入其中 现在晚餐可以吃了 两人迫不及待地尝了起来 鸡排外酥里嫩 又香又脆 还伴随着一股清爽的酸味 越吃越是过瘾 两人已经深深地 陷在了美食中 难以自拔 这次的火鸡之行 可以说是圆满结束了 史蒂文狩猎了一只火鸡 从屁股上割下一块肉 用石头将它敲碎后 裹上一层面包屑 放入油锅里炸 外酥里嫩的鸡排 配上柠檬汁 吃起来香脆又酸爽 狠狠地过了一把嘴翼 这次他来到亚利桑那州的东南部 准备追逐山中的王者 美洲狮 他与两位猎狮人组队 他们是格林和米切尔 驯养了一批忠诚 而又凶猛的猎犬 近三十年来 两人成为了美洲狮的噩梦 由于此地有一处大型的牧场 每年都会有十多只狮子 下山来袭击牛群 所以两人的任务就是保护牧场 但即使是这样 去年牧场里 依然损失了五十来头牛 由于史蒂文对美洲狮一无所知 所以格林对他上一场速成课 比如如何区分狗和狮子的足迹 美洲狮的脚掌 要比狗宽一些 同时脚趾头也有区别 讲解过后 两人开始寻找更多的痕迹 很快他们看到了一个 比较明显的脚印 格林判断 这是在一两天前 留下的足迹 而在这附近 他们还发现了一个杀戮现场 一只鹿被啃食殆尽了 只留下了一个脑袋 面对这种猛兽 史蒂文开始期待明天的狩猎了 他们负责追踪美洲狮 并把对方包围到岩石或者树上 再由猎人用手枪打死 之所以用这种左轮手枪 是因为他一余携带 和具有击倒的力量 现在猎犬们开始捕捉 空气中弥漫的美洲狮气味 几人则在身后慢慢地跟随 当遇到美洲狮的足迹 史蒂文依然会忍不住蹲下来观察 他对美洲狮充满了好奇 时间不长 突然有一只猎犬 急促地叫了起来 这是他发现了美洲狮的信号 猎犬的鼻子非常灵敏 他们可以嗅到岩石间 残留的淡泊气味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猎犬叫了起来 说明这片地区 美洲狮活跃得比较频繁 但又毫无规律 这对猎犬们来说 是一次巨大的挑战 他们需要从中挑选出 昨天刚刚留下的痕迹 以此来辨别美洲狮逃跑的方向 而这个过程 短的话是半个小时 最长也有可能是半天 所以猎犬人需要足够的耐心 不过今天的运气还不错 因为猎犬们排成一列 开始狂奔起来 说明他们已经确定了方向 正在领头犬的带领下 向着美洲狮的位置追了过去 可惜好景不长 猎犬们攀爬到岩石顶峰后 再次迷茫起来 猎犬人意识到 不应该在这里继续浪费时间了 于是他们领着猎犬 前往了更深处的地方 经过一下午的寻找 他们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只能无奈地放弃打猎 夜晚 史蒂文的心情无比地沮丧 他躺在床上 久久地无法入眠 时光如梭 在三个月以后 史蒂文重新回到这个地方 准备延续上次的挑战 依然是与两个猎犬人组队 他们带上了最精锐的猎犬队伍 个个都是打架的能手 寻找了一番 他们看到了一组新鲜的脚印 看来这个地方 有一只活跃的美洲狮 这个发现非常鼓舞石器 他们立刻兴奋起来 而最激动的还是猎犬团队 他们在前方不断地嗅着气味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们依然是一无所获 史蒂文的心再次沉到了谷底 他有点担心又要重蹈覆辙了 不过格林很快传过来一个好消息 猎犬团队堵住了一只美洲狮 等史蒂文赶到 才发现这是一场误会 原来是团队里 最年幼的猎犬搞错了对象 把一只幼熊给堵住了 这结果让人有些哭笑不得 他们继续寻找美洲狮 但这里属于火山地形 气温普遍要高一些 这对气味的捕捉 是非常具有挑战的事情 等他们来到岩石顶峰上 猎犬们又开始叫了起来 说明狮子藏在这里过夜 但现在线索好像消失了 史蒂文看着这一路 穿过的各种地形 感觉到猎犬人的不容易 付出了这么多的辛苦 如今却连美洲狮的影子都看不到 这真是一场艰苦的狩猎 现在日光已经所剩不多了 虽然很不甘 但他们也只能结束今天的行程 而这就是狩猎的魅力 没有固定的剧本 也没有配合的演员 至于结果如何 运气和努力缺一不可 虽然这次的结局不太满意 但是蒂文体悟到了 坚韧不拔的品质 而这才是本次行动中最大的收获 当然也有一丝自我安慰的成分 这才是野外生存的天花板 想吃鸡排了 就打一只火鸡 想吃牛排了 就打一只白尾鹿 食材主打一个新鲜 男人叫做史蒂文 是一名全职猎人 同时也是一位美食专家 这次他来到美国南部的边境地区 准备狩猎美洲野牛 这是一种体重超过千磅的怪物 是北美体型最大的哺乳动物 就连狼群都不敢轻易地招惹他们 这里是浩瀚的索诺兰沙漠 以低矮的植被为主 是养牛的圣地 当地就有一座大型的牧场 他们与游荡的野牛群 形成了竞争的关系 他们可以容忍野牛群的存在 但出于保护草场的原则 必须让野牛群处在可控范围内 因此像史蒂文这样的猎人 就有了用武之地 今天他被允许狩猎一头成年的野牛 但他对这里的地形一无所知 只能在摸索中寻找野牛的身影 目前北美有大约50万头野牛 其中94%存在于私人的土地上 或者被私人所有 而在这片地区 大约有100来头牛 它们是从35年前 释放的10头母牛和一头公牛 繁衍成型的 平时就活跃在数万英亩的土地上 史蒂文一边移动 一边拿出望远镜观察 而随着时间的流逝 天气越来越炎热了 他有种要脱水的感觉 如果不是因为要点脸面 他真想穿着钉字裤去追杀野牛 在这种酷热的天气下 估计也只有鸟类 愿意出来巡逻 史蒂文一边抱怨 一边不断地寻找 而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他的努力之下 他终于看到了野牛的身影 为了不打草惊蛇 他立刻蹲了下来 并拿出高配望远镜组装起来 然后开始了偷窥的行动 这下野牛的身影清晰多了 但史蒂文依然没有轻举望动 因为现在的天气太热了 内脏很容易在包皮之前膨胀 会影响到肉质的美味 所以明智的做法是 盯着这些猎物 直到傍晚天气转凉 时间一分一秒地度过 这对史蒂文来说 是一种煎熬 他一边抵御着高温 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牛群 生怕让他们给跑掉了 在这种煎熬和痛苦的等待之下 时间终于来到了下午4点 现在可以开始行动了 他首先是把子弹拿出来 挨个填充到弹架里 再把弹架给安装上去 武器就准备好了 下一步是挑选一个目标 而这需要等待野牛站起来才能分清 史蒂文判断 当阴影覆盖牛群的时候 他们就会站起来开始进食 等待了片刻 果然他的判断是正确的 于是他把望远镜收起来 再把步枪拿出来 开始默默地瞄准 很快他看中了一个目标 在对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扣动了扳机 野牛瞬间倒地 而其他的野牛被枪声惊吓 四处逃散开来 史蒂文长舒了一口气 他按耐住激动的心情 继续观察起来 这些野牛暴躁而又狂野 如果被他们发起冲锋 瞬间会被踩成肉泥 等待了一会儿 看到牛群远离了事发地 史蒂文才敢缓缓地走上去 这是一头只有几岁大的母牛 体型要比公牛小很多 但肉质更加鲜嫩 口感也会更好 而且这些肉足够填满他的冰箱了 他首先切开母牛的脖梗 将鲜血排出来 等待了一会儿 他才行动起来 拿出一把小刀 从牛的脚踝处开始 将牛皮一点点地包了下来 完成这一步后 他开始肢解四肢 并将牛腿挂到旁边的树上 看着牛肉的质量非常的上等 而且是以瘦肉为主 史蒂文对此非常满意 他不禁加快了手上的动作 将牛腿一个接着一个地挂在树上 使其尽快地散热 这样才能保障牛肉的美味 接着他切下腰肉和脱疯肉 这里也是他比较喜欢吃的部位 渐渐地太阳开始落山了 由一轮明月取而代之 此时距离狩猎 已经过去了三个小时 而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毕竟这头引流太大了 每个部位都是又大又沉 急速地消耗史蒂文的体力 可他根本不敢停下来休息 因为荒野里还有可怕的野兽 血腥味随时有可能吸引来 这些不速之客 继续忙碌了一阵后 史蒂文总算把眼牛分解完毕 而此时他已经鸡肠碌碌了 于是他开始生火造饭 并从肝脏上切下一小块 放在炭火上烤 等时机差不多了 再把它翻转过来 片刻之后肝脏已经熟了 史蒂文尝了起来 味道非常的原始 等吃完后 他把睡袋拿出来 第一时间进入了睡眠中 第二天 又是一个元气满满的一天 史蒂文从睡梦中醒来 今天他要把这些肉弄到山下 因为一个人无法完成这项任务 所以他打电话寻求了帮助 牧场主牵着一些马过来了 他们将牛肉拆下来 装入袋子里 趁这段时间 史蒂文割下牛舌 准备用它来制作美食 而牛头也是宝贵的资源 两人用力的一掰 将牛头一分为二 经过一番操作 他们将所有的东西全部打包 然后踏上了返程 回到牧场 牧场主准备传授他一种 保存肉类的技术 首先要把大块的肉 小心地切成薄片 其次撒上盐 对其进行腌制处理 然后拿到屋外 在阳光下晾干两到三天 之所以能够这样操作 完全得益于当地的天气 实在是太干燥了 空气中缺乏水分 几人将肉挂在高空中 主要是为了防狗 随着时间的流逝 牛肉彻底变成了肉干 肉干有很多种用途 例如 可以把它敲成粉末 然后加水 制作成肉松 这是一种美味的零食 忙完了正是 几人该放松一下了 他们想举办晚宴 而主食就是烤肉 首先要在牛肉上 划开很多口子 然后准备一个烤架 将牛肉平铺在上面 用炭火慢慢地烘烤 与此同时 农场的厨师 正在准备一种粉底 肉馅则用野牛的舌头 除此之外 还有一道菜 是史蒂文最爱的 牛心玉米饼 用西红柿 洋葱和辣椒 来炒心脏 再用玉米饼来包着吃 经过几人的用心准备 一顿丰富的晚餐 就准备好了 他们围坐在一起 开始畅想美食的快乐 每个人都吃得不亦乐乎 这是一场欢乐的晚宴 上集讲到 史蒂文狩猎了一只 牵棒中的野牛 花费了四个小时 他才把野牛肢解完毕 并把所有的部位全部带走 然后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晚宴 这次他来到新西兰的南岛山脉 准备猎杀神秘的马路 南岛山脉以冰川 高山以及绵延起伏的草原为主 养育了数量繁多的野生动物 其中马路是引进的外国物种 来自19世纪的欧洲 由于缺乏天敌 导致这片地区遍布了大量的马路 所以需要猎人来控制他们的数量 马蒂邀请了一位当地的朋友 雷米是一位作家兼服装设计师 同时也是一名导游 他向史蒂文讲解了这里的地形分布 然后开车带他进山 路上他介绍了这里的另一种动物 它们是野生的绵羊 肉质同样非常的美味 两人准备先猎杀羔羊 作为这几天的食物 他们来到高山上 只见山谷里有一条河流 而在其附近 正好有几只绵羊 史蒂文想一击命中高羊的头部 他让朋友当支架 略做瞄准后 他冲着棕色的高羊开枪了 等待了片刻 两人走上前查看 这是一只体型恰到好处的高羊 被史蒂文扛在肩膀上 来到了一处空旷的地方 对其开膛破度 去掉内脏后 将他绑到车头上 然后选择了继续上山 花费了一番功夫 他们才抵达了山顶 卸下了所有的物资后 朋友向其告别 然后踏上了返程 现在距离天黑 还有几个小时 史蒂文快速地搭建帐篷 接着对高羊进行包皮处理 再把肉分类打包 以免被苍蝇叮咬 完事后 他要出去侦查一番 看看附近都有什么 身为一个闯入者 他对这里一无所知 只有多加观察 才能正确地安排明天的计划 很快夜幕降临 虽然他什么都没有看到 但对这里的地形有了一些了解 第二天 浓雾却突然袭来 严重遮挡了他的视线 史蒂文来到山峰的最高处 等待天气的好转 可惜几个小时过去了 雾却越来越大 现在他不得不改变计划 准备下山后四处乱逛 看看能不能找到猎物 经过一段时间 史蒂文听到 前方传来一些动静 但他分不清这是什么声音 于是他缓缓地靠了过去 可他的脚步声还是惊到了对方 史奇直接跑掉了 史蒂文很无奈 但他明白 今天已经不适合打猎了 现在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返回营地 并吃掉那只可怜的羔羊 他将一根羊腿绑在树干上 然后放在明火上烘烤 随着温度的升高 含血的油脂流落下来 看起来美味极了 又过了片刻 等羊腿的外皮烤焦了 他才停了下来 并扯下一块肉 撒上辣椒粉 开始品尝起来 味道相当的巴适 羔羊的肉真是太嫩了 简直要入口即化 史蒂文不禁感慨道 这绝对是他吃过的肉里 最棒的一次了 第二天 浓雾终于散去 史蒂文一边欣赏美景 一边踏上了寻找马路的旅程 他穿梭于各种地形 并用望远镜不断地观察 在随后的几个小时里 他看到了好几只鹿 但并没有看到马路 直到中午时分 他才发现了一只 年轻的雄性马路 史蒂文瞬间精神起来 他开始计划路线 如何才能接近这个目标 说干就干 他立刻行动起来 但大约走了一半的时候 他遇到了一点问题 原来这条山脊的顶部 有很多路 而他们正在目不转睛地 看着史蒂文 如果他贸然接近 很容易惊吓到他们 从而让那只马路意识到危险 思考再三后 史蒂文决定 先缓慢地靠近 并观察这些路的反应 可惜情况有些不太乐观 他们看起来很激动的样子 有些路还对史蒂文 发出了警告的声音 事到如今 他只能退出这里 然后选择一个完全不同的路线 绕一个更大的圈 这可能需要花费几个小时 但他别无选择 不过在出发前 他从小溪里接了一瓶水 然后开始了一个 枯燥而又累人的形状 好在今天的运气还不错 等他赶到地方 那只马路依然在这里 他正在休眠中 史蒂文不断地观察 耐心地等待一个机会 同时对步枪进行了矫正 在他的期盼之下 马路终于站了起来 于是他缓缓地端起了枪 看到马路抬起头 史蒂文果断地开枪了 但这一枪好像并没有打中 马路在受惊之余 蹦打了几下 然后又停了下来 史蒂文刚想补一枪 但随后出现了一幕 直接把他给惊住了 只见一只体型超大的马路 从草丛中钻了出来 瞬间牵动了史蒂文的神经 他好想狩猎这只马路 但他刚才已经开了一枪 所以他得确定 第一只马路是否会倒下 而趁着这个时间 幸存的几只马路 逃向了更远的地方 史蒂文虽心有不甘 但也只能目送他们的离去 现在他要去看看 刚才的那只马路 只见他已经倒在了地上 看着这双硕大的鹿角 史蒂文感慨不已 这样的庞然大物 也成为了他的手下败将 欣赏过后 他切开马路的肚子 将内脏去掉 然后割下一块柔嫩的腰肉 因为此时天快要黑了 再加上本地没有野兽 所以他可以放心地 把马路留在这里 等到明天再来处理它 回到营地 天色已经彻底黑了 他开始制作晚餐 拿出一个 事先准备好的南瓜 将其切成薄片 再加入这些鹿肉 并撒点佐料 然后添加一些清水 放在火上煮 等待了一段时间 晚餐已经做好了 掀开锅盖的瞬间 一股香气飘散开来 让人食指大动 史蒂文迫不及待地尝了起来 鹿肉鲜嫩 南瓜香甜 两者结合 味道更上一层楼 他大块朵移地吃了起来 第二天 他要带着猎物满载而归了 这次的狩猎 令他非常的满意 男人狩猎了一只羔羊 将羊腿绑在树枝上 做了一份美滋滋的烤羊腿 又趁热打铁 狩猎了一只马鹿 做了一份鹿肉南瓜汤 男人叫做史蒂文 是一名全职猎人 这次他来到新西兰 与一位专业的猎猎人一起 只靠两条猎犬和一把刀 开展猎猎的行动 新西兰的南瓜 拥有一个多样性的生态系统 既有冰川盆地 又有起伏的草地丘陵 以及茂密的沿海森林 戴伦是专业的猎人 同时也是一名训狗师 他向史蒂文介绍自己的两员虎将 他们分别是大虎和二虎 两人驱车出发了 路上 戴伦讲起了本地的历史 野猪是从18世纪的欧洲 通过乘船来到了这里 因为缺少足够的天敌 野猪繁殖得特别迅速 已经成为了本地人 最厌恶的动物 为了保护生态平衡 本领高强的猎人们 都主动站了出来 很快两人抵达了目的地 戴伦放出来两条猎犬 并在他们的驳梗处绑上GPS 随着一声令下 猎犬犹如出笼的猛虎一般 疯狂地冲了出去 他们可以轻易地捕捉野猪的气味 两人则在身后 慢慢地跟随 地面上随处可见 野猪活动留下的痕迹 不过是片刻时间 他们就发现了一个猎物 但这是一只鹿 并不是他们的目标 戴伦查看定位系统 确定猎犬所在的位置 然后两人继续出发 经过了一段时间 他们又发现了一个野猪的提应 戴伦判断 这不是母猪就是公猪 体重大约在70磅左右 如此专业的点评 让史蒂文误瞪口呆 什么叫做专业 这就是专业 就在这时 两条猎犬跑了过来 转了一圈后 又钻入了树林里 戴伦是一瓶半 注意倾听声音 很快树丛里传来狗叫声 两人立刻行动起来 向着声音的方向 快速地奔跑过去 离近了 可以更清晰地听到 狗叫声和惨烈的猪叫声 显然他们正在搏斗中 戴伦一高人胆大 直接抓住了一个猪腿 让其重心不稳 两只猎犬则在拼命地撕咬猪鼻子 史蒂文趁机用小刀 刺穿了野猪的心脏 在团队的精彩配合下 野猪最终停止了挣扎 如此精彩刺激的一幕 史蒂文还是第一次经历 这让他的心脏轰轰直跳 平静过后 他们把野猪拖到空旷的地方准备处理它 这是一头母猪 体重也确实是70磅左右 说明戴伦的判断非常准确 两人将野猪的内脏去掉 并在每个脚掌处拔一刀 然后用绳子将它绑住 使其形成类似背包一样的姿态 史蒂文背起野猪 体验了一把背媳妇的感觉 两人通过山路回到主干道上 戴伦却开始担心起来 因为他发现GPS上 没有出现狗的信号 于是两人又折返回去 路上 他们注意到 信号是乎引乎线 戴伦越发地急迫起来 他担心猎犬发生了意外 不自觉地小跑起来 在两人紧赶慢赶之下 终于再次听到了猎犬的叫声 等他们赶到地方 就见一只猎犬徘徊在洞口附近 这应该是野猪的洞穴 戴伦拿出手电筒 往里面照了照 里面果然躲着一只野猪 这个地下隧道有两个入口 现在猎犬们堵住了另一个入口 而野猪就待在隧道深处 两人试着从上面往下挖 虽然土质比较松软 但土手挖泥坑也不是轻松的事情 他们只能另想办法 猎犬很激动 但他们很难从正面突破进去 两人找来木棍 又开启了新一轮的挖掘 功夫不负有新人 在一阵疯狂的输出后 他们从顶部挖开了一条裂缝 两人拿出绳子 绑在野猪的脖子上 开始了拔河比赛 321拉 321拉 在他们的齐心协力之下 野猪终于摆脱了困境 但还没等他高兴 一把锋利的小刀就插入了身体里 他的小命彻底交代在这里 经过这番忙碌 两人都累得汗流加倍了 但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 戴伦大放地奖励了这次的功臣 休息过后 他们踏上了返程 当路过一处小溪的时候 他们停下来 将野猪清洗一番 一股股浑浊的液体不断地扩散 野猪怎么洗都感觉是脏兮兮的 现在一人负责洗 一人去收集木柴 并生了一堆火 等火势起来后 他们把野猪放到火堆上 对其进行毛发清理 等猪毛烧焦后 再用小刀来刮杀 接着把野猪放入水里涮一下 然后放到火上 反复进行这个操作 直到把猪毛彻底地刮干净为止 下一步 就是对野猪进行肢解处理 戴伦经验丰富 按照不同的部位 他将肉依次割下来 看着这些 犹如艺术品一样的猪肉 史蒂文忍不住夸赞起来 两人将所有的肉装入车里 向着农场出发了 回到家 戴伦先把狗圈起来 并奖励了他们一块肉 接下来两人准备制作晚餐了 戴伦将带着猪皮的肉 切下来一半 撒点盐 再倒上一些橄榄油 将铁盒放入烤箱里 同时他们又准备了几道素菜 做到荤素搭配 吃起来就不会那么油腻了 猪肉的香气 已经飘满了整个厨房 令人食指大动 几人在欢声笑语中 享受这美好的时光 这是一场精心动魄的战斗 一个猎人抓住了野猪的后头 两条猎犬死死地咬住野猪的鼻子 再由另一个猎人来捕刀 他们将捕获的野猪 进行去毛处理 再把肉分类开来 获得了一批非常优质的猪肉 男人叫做史蒂文 是一名全职猎人 这次他来到新西兰的南阿尔卑斯山 寻找一个神秘的动物 他们世代居住在山顶上 被人称为长毛角居民 与他同行的是好友雷米 雷米也是户外的狂热者 他对野生动物和神秘的地方充满好奇 路上 他们看到了一些大鹅 于是停下车 开始了狩猎 准备打一只大鹅当做晚餐 随着一声枪响 幸存的大鹅瞬间飞起 史蒂文快速地走上前 捡起来大鹅 今晚他们有口福了 两人继续出发 车上 史蒂文诉说着自己的兴奋 还未抵达目的地 他的热情就已经高涨起来 阿尔卑斯山是一条巨大而陡峭的山脉 被冰川 湖泊和之流切割 顶部则是一个高达 一万两千英尺的库克山 因为接下来的路程 固满了岩石 两人决定走路进山 出发之前 他们整理一下装备 确保没有问题后 两人毅然决然地上路了 看着道路两旁的冰山 有种肃然起敬的感觉 这一刻 他们发现人类是如此的弱小 但人的精神又是无限的强大 勇于征服各种险境 怀揣着这种理想 两人的体内 迸发出一股股心的力量 让他们走在陡峭的山路上 却能见步如飞 经过一段时间 他们拿出望远镜观察 这次视野里有了发现 只见四只山羊 正处在半山腰上 两人终于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他们决定先搭建一个营地 再减轻背包的重量 经过一番寻找 他们却有了意外发现 山谷中竟然有一座 公用的猎人小屋 这可是野外的救命稻草 雷米推开大门 里面虽然简陋 但非常干净 有一个配有床垫的双层床 墙上有一个日记本 记录了前任 都在这里做了什么 等安顿下来后 两人准备趁着天色未黑之前 考察一下附近的情况 寻着水声 他们找到了一条河流 这条河是从冰川之上留下来的 每到傍晚时刻 水量就会增多 可以看到河里漂浮着的冰块 两人在岸边架设起了支架 开始观察冰山上的情况 可惜直到太阳落山 他们也没有找到之前发现的山羊 就在两人准备放弃的时候 雷米有了发现 看起来像是几只岩羚羊 他们原产于几个欧洲山脉 如今数量比较稀少 一次性可以看到 这么多只羚羊 犹如重彩票一般 让人兴奋 于是 他们准备更换狩猎目标了 毕竟这种偶遇的机会太难得了 不过现在天色已黑 狩猎只能等到明天再进行了 回到小屋 他们将鹅肉切成块 然后起锅烧油 等油热以后 将鹅肉放入其中 滋滋作响 两人一边闲聊 一边等待着美食 而耐心的等待有了回报 撒上一些辣椒面 两人就开始品尝起来 外焦里嫩的鹅肉 吃起来很有嚼劲 不愧是来自新鲜的食材 这味道美味极了 第二天 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 两人已经坐在岩石上 开始观察对面的冰山 可惜昨天的羚羊消失不见了 于是他们又换了一个位置 继续观察 而这次终于有了好消息 史蒂文看到了两只羚羊 因为担心他们走远 两人立刻行动起来 不过想要抵达那里 需要跨越这条河流 他们选择了一处相对狭窄的河段 史蒂文测量了以下水深 感觉事情不太妙 他们商讨了一番 依然决定冒险一事 史蒂文特意穿上了防水衣 并把绳子固定在腰上 他拄着拐杖出发了 雷米则在岸上扶住他 虽然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但被河水冲击的那一刻 史蒂文依然有种站不稳的感觉 他努力地控制身形 并且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 到了河中间 水势更加猛烈了 史蒂文感觉把握不住 于是他又折返了回来 准备换一个地方尝试 就在两人收拾行李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 足以改变形成的事情 那就是河对面 竟然出现了一只羚羊 这可是天赐良机 两人立刻躲了起来 并且注意观察对面 而羚羊还没有意识到危险 主动走到了空旷区域 史蒂文用背包当支架 略坐瞄准后 他果断地开枪了 羊羊在晃悠中摔倒在地 史蒂文爬到高处 亲眼确认目标已经死亡 现在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是 如何跨过这条河 两人顺流而下 找到了一处水势叫缓的地方 依然是由雷米拉着线 史蒂文过河 可惜尝试了一番 依然没有成功 最后两人又回到最初的地方 还是选择从这里过河 在他们的默契配合下 史蒂文正向着对岸 逐渐地靠近中 眼看一切顺利的时候 意外却是不期而至 主角处 全剧中 猎人一枪打死了严灵羊 收获了新鲜的肉食 可他躺在河对岸 史蒂文在过河的途中 发生了意外 他脚下一滑 直接沉入了水里 在挣扎中他站了起来 鼓起勇气继续前进 雷米在岸边 为他捏了一把冷汗 在史蒂文的努力之下 他最终有惊无险地到达对岸 首先他把绳子固定在岩石上 然后前去查看猎物 严灵羊是稀有的动物 很多猎人 终其一生都不一定能碰到他们 他把羚羊扛了起来 向着原路返回 但想到河水的冰冷 他就感到一阵的头疼 雷米建议他 先把羚羊运过来 史蒂文把套索 绑在羚羊的脖子上 与此同时 雷米做了一个简易的滑轮系统 利用水流作为动力 让羚羊通过绳索向着对岸滑去 等他靠近岸边的时候 雷米一个剑步冲了过来 一把抓住了羊角 将他给拽上了岸 并且送出了今天的第一个赞 接下来 轮到史蒂文了 他把绳子牢牢地绑在腰上 然后在雷米的辅助之下 缓慢地移动 最后顺利地到达了对岸 由于耽误了不少时间 他们担心内脏腐烂 于是选择在岸边 直接处理这只羚羊 因为开枪的是史蒂文 所以动刀的人换成了雷米 这样两人都会有参与感 雷米刀法娴熟 他快速地包下毛皮 并将肉切割下来 就在两人准备回去的时候 史蒂文碰巧注意到 一个可疑的黑点 原来半山腰上有一只塔尔羊 而且正好是一只公羊 虽然他们已经狩猎了一只羚羊 但那是意外的产物 而两人的原计划 就是狩猎一只塔尔羊 既然目标已经出现 那岂有错过之理 不过现在天色已晚 此时攀爬山峰并不是明智的选择 所以两人决定先回到小屋 明早再来安排 接下来是他们最期待的环节 这是一种当地人的烹饪方式 利用岩石当铁板 将油涂抹在上面后 把它放在火上 在等其烧热期间 雷米切下来几块嫩肉 现在火候差不多了 史蒂文将石板翻转过来 先撒上一些盐 然后把肉按在上面 等香气飘散的时候 再把肉翻转过来 继续烧烤另一面 等待了片刻 肉可以吃了 两人迫不及待地尝了起来 肉质鲜嫩 口感极佳 有点类似于羔羊肉的味道 在心满意足中 时间来到了第二天 两人一早就出门了 开始寻找山羊的身影 而今天的运气很好 不费吹灰之力 他们就看到了一只塔尔羊 它正站在对面的山脊上 距离地面大约有1000英尺高 想要攀爬这种陡峭的山峰 并不是轻松的事情 但狩猎的热情 让两人动力满满 他们义无反顾地上路了 不过山峰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从底部向上看的时候 并没有感觉山峰有多高 但只有真正面对它的时候 才能感受到山峰的雄伟 两人攀爬了一段时间 就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 他们停下来休息了一会儿 然后继续攀爬 不过更大的挑战还在后头 随着高度的升起 山路变得更加陡峭 稍不留神就有可能滑落谷底 克服了种种困难以后 他们终于接近了山顶 而那只山羊就在前方 距离他们大约有460马 两人商讨了一番 想要躲避山羊的视野 那他们需要绕一个圈 同时为了防止滑落下去 他们在攀爬的时候会格外地谨慎 时间不长 他们就抵达了既定的位置 可惜山羊从休眠中惊醒 他可能是发现了危险 又或者是到了进餐时间 两人缓缓地靠近 等他们往下一看 只见山羊正在下面啃草中 史蒂文卸下背包 开始调整姿势 雷米则用望远镜观察情况 他们唯一担心的事情是 山羊被击中后跌落悬崖 幸好这只山羊非常配合 他主动靠近 远离了悬崖边缘 史蒂文默默地等待机会 而当下的位置非常理想 于是他果断地开枪了 山羊在中枪的瞬间狂奔起来 很快消失在视野里 两人在激动的同时 又有些忐忑不安 希望山羊不要跑远 他们前去寻找 还好今天的运气不错 在一处空旷的雪地上 他们看到了那只山羊 对方已经停止了呼吸 看其毛茸茸的毛发 摸起来是非常的柔顺 两人直接在山顶上 处理这只山羊 这种塔尔羊 是起源于喜马拉雅山脉 神秘而又稀少 现在他们想迫不及待地 品尝它的肉 所以直接在雪山上起锅烧油 然后把切好的肉放入其中 再倒入一瓶秘制的辣酱 等待期间 他们继续肢解山羊 雷米对美食具有独到的看法 他切下一些薄薄的肉 然后将蒜片贴在上面 史蒂文抓起一个尝了起来 感觉非常新鲜 有种原始的味道 而此时 锅里的美食也可以出炉了 看起来色香味俱全 给肉沾上浓汁 放入嘴里 一股芳香飘散开来 狠狠地刺激着味蕾 两人大快朵頤地吃了起来 享受这美好的时刻 史蒂文是一名猎人 同时也是一位美食家 但很多人都说他浪费食物 不会做美食 而今天他要证明一下自己 所以这一期没有打猎 只有美食的制作过程 让你享受视觉的冲击 并且留下羡慕的口水 话不多说 直接开车 第一份食材是火鸡 这是感恩节必有的食物 但吃过火鸡的人 就会告诉你 它们的肉又干又硬 让人难以下咽 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火鸡的做法不对 而制作料理的第一步 是将火鸡的皮包掉 当时在野外 捕获了这只火鸡后 只是对它进行了拔毛处理 外皮则留下来 保护肉的新鲜 而现在外皮已经没有用了 同时它会严重影响口感 但这张皮 史蒂文依然不会扔掉 后面它另有用处 第二步是给火鸡去骨 将肉沿着不同的部位切割 最后再把这些骨头敲断 作为熬汤的材料 接着他准备了一些配菜 切片后放入锅里 然后倒入一些橄榄 最后送入烤箱里 而火鸡肉则用来制作香肠 同时放入其中的 还有白尾路的肉 以及黑熊的脂肪 因为火鸡肉和鹿肉 都是比较干柴的瘦肉 所以加入一些脂肪 会起到中和作用 通过磨碎机 得到笔直而又鲜细的肉馅 接着他拿出一些调味品 有6颗杜松子 几勺的黑胡椒 百里香 全香料 辣椒 肉桂和肉豆蔻 以及切碎的蘑菇和开心果 当然盐和蒜都是必须品 最后再加入一点 白蓝蒂和葡萄酒 下一步是用火鸡皮 做香肠的长衣 但它容易撕碎 所以要用一块粗棉布来包住 再把肉馅平铺在火鸡皮上 同时他把火鸡的胸脯肉 切成了颗粒大小 将它们放在上面 再用一层肉馅来盖住 然后把火鸡皮紧紧地裹在肉上 其次用粗棉布来包住 最后用细绳牢牢地绑紧 防止香肠散架 经过这段时间 烤箱差不多了 他拿出来火鸡骨头 将它们掰断后 再次放入一个桶米 同时加入一些百里香 合月桂叶 以及少量的盐 最后倒入一加轮的清水 小火熬制几个小时 现在史蒂文要准备第二道菜了 它的名字叫做 盐水腌制黑熊火腿 食材来自阿拉斯加的黑熊 眼前的这块肉 就取自黑熊的肩膀 而那些厚重的脂肪 被它熬制出来动物油 装入到罐子里 熊肉不同于大多数的野味 它的肉中含有大理石一般的花纹 这些就是脂肪 在熏火腿之前 史蒂文需要准备一些材料 它们分别是一加轮的水 两杯红糖和半杯盐 先将它们搅拌成浑浊的液体 再把熊肉放入其中 盖上一个盘子 使其更好的腌制 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小时 火鸡骨头熬得差不多了 它把里面的汤倒出来 并从骨头上 撕下来一块肉尝了起来 味道还不错 接着 它把火腿肠放入浓汤里 让汤里的味道进入其中 现在它要准备第三道菜了 这是一种肉末馅饼 食材来自马路 而馅皮则需要自制 但它不是一名专业的面包师 因此配方全靠自我琢磨 它倒入了一杯半的面粉 又垮了八勺熊油 一点盐 和少量的牛奶 将它们和成面团 再用塑料薄膜包起来 放入冰箱里 等待20分钟 此时马路的肉刚刚煮熟 这些肉取自马路的肋骨 因此非常柔嫩 除了马路的肉以外 它又准备了一些野猪的脂肪 和多样调味品 以及各种水果碎片 将它们全部搅拌在一起 最后再倒入一些苹果酒和白蓝地 做成了一种水果肉馅 接着史蒂文检查黑熊火腿 发现腌制的比较成功 它用纸吸出水分 然后把它放入熏肉箱里 温度保持在200华摄氏度 随后史蒂文回到屋里 撒一点面粉后 开始了擀面皮 碾压出一张饼的形状 再把它倒扣到盘子里 但这个步骤 它没有把握好 面饼上出现了裂缝 于是它用手修复了一下 反正烹饪后 也没人知道这个插曲 然后它把肉馅倒在上面 到了这一步还没有结束 它还需要一张面饼来盖住肉馅 而这次翻车的更加彻底 外形看起来丑陋不堪 连它自己都不忍直视了 随后它涂抹了一层橄榄油 再撒了一点盐 烘烤45分钟即可 几位亲朋好友陆续到来了 史蒂文拿出今天的作品招待他们 他将火鸡香肠切开 然后在盘子上倒一些酱油 再把香肠放入其中 几人对此是赞不绝口 接着史蒂文切割黑熊火腿 光看其颜色 就很想让人咬一口 而抹上芥末后 味道更是一绝 最后一道菜 则由小孩子来品尝第一口 他把手指头塞入其中 抠下一点饼吃了起来 如此有趣的一幕 直接把晚宴推上了顶峰 几人在欢声笑语中 大口地品尝美食 同时对史蒂文的厨艺敬佩不已 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晚宴 对史蒂文的厨艺敬佩不已